国与有生善书 南天虚元堂善书 因缘与果报 主注先佛为济公活佛 福鸾为通天圣彼王生 济公活佛将 诗曰同权铁壁送人归 事物伤人得幸亏 善恶回圈皆有报 浮华散尽季空碑 盛世无今日降注因缘与果报 因果乃是更古今而不变 立万劫而尝心之真理 虽然许多报应隐微难测 但只要业力成熟 即使是修行有成之圣者 也要感受自己的业果 故事人当名因果之实相 方便心腹百端忧虑 翻滚于尘埃也 今日乃师徒二人 首次共同地注圣书 不知徒儿有何感想 徒儿公向恩师寇请圣安 昔日徒儿受恩师调教 如今才能为圣物尽一分心力 就怕利有未待 有负恩师 哈哈 好说好说 只要你能随分随利 尽其在我就好 准备出发注书了 徒儿遵命 此时既佛口念真言 唐外献出一朵连台 光耀夺目 锐气迎门 徒儿随为师上连台 徒儿得性不足 唯恐定无连台 不敢上去 若非注书之观 依你之德行 的确不能乘坐连台 不过你有此念 如此尚可教也 不要再啰嗦了 赶快上连台 以免耽误正事 徒儿遵命 此时师徒二人上了连台 快速飞往目的地 叩问恩师 此部圣书名为因缘与果报 目的在阐述因果报应之理 但不知是谁在主宰这个机制 严格来说 并非是有谁在主宰因果报应 然若真要追根究底 则因果报应可说是法则在掌控这个机制 徒儿有些不明白 简言之 因果法则就是吃人半斤 还人八两 不论你是做了善事或恶行 未来都会得到对等的回报 甚至加倍受报 这与身份地位 财富多寡 学历高低皆无关 一个人会上天堂下地狱 乃是端看其心地良语 行为善恶而定也 所以说因果报应是自己主宰的咯 然也 师徒二人谈论间 连台已抵达一处疗养院 目的地已到 徒儿下连台 随无入院内访谈可也 观此疗养院环境还算清幽宽敞 随着恩师经过迂回之走道 进入一间病房后 一位护理人员正好刚巡视完不出病房 与我们擦身而过 此时放眼望去 可看见容纳六张病床之房间 各躺着一位病患 但是看起来似乎都不会动 扣问恩师 不知我们今日来此要做什么 他们皆是职务人 今日我们来访问二号病床之男性病患 作为警示例证 代为师调出其原灵 你访问他便知分晓 此时只见济佛以佛善网并换头上一山 即将男子园灵调出 男子园灵一见济佛 随即扑通跪下 您不是济公活佛吗 济公活佛救救我 无领徒二游立著书劝是 你若能将今生为和会成为 植物人之因果说明清楚 无可以你参注圣书之功德 化解受苦年限 好 叩谢济公活佛 请问先生今年贵庚 我今年四十又二 不知您怎么会成为植物人的 可否说明一下其中缘由 我是因为一次聚会时 朋友与林桌发生争执 斗殴 我为朋友强出头 结果因寡不敌众 被重击头部而瘫倒在地 后来虽经紧急送一抢救 但最终还是成为植物人 而我会成为植物人乃源于前二世 前二世我生于明朝末年 自幼随叔叔习武 并以吴永明于乡里 若冠时又败于明师之下受教 因此学的一身好武功 后来即在一户大院中担任护院武师 因我所席拳路乃以刚 猛为主 踢 扫功夫更是了得 故出手皆能打倒对方 由于我身之头部乃人之要害 因此多主攻对手头部 一旦被我所伤 多伤是严重 更有数人被我打成瘫痪 痴呆 终生残废 然而他们并非大恶之人 但因我并未修心 故出手皆招招致命 毫不留情 今生恶元成熟 被前二世为我所伤之人 重击 造成我现在瘫痪在床 成为可怜的植物人 扣问恩师 他的肉体是否有机会在苏醒呢 已经没有机会了 但今日参与著书 可减少三年卧床之苦也 扣谢寄功活佛慈悲 此时寄佛佛善一山 男子圆灵又重返体内 无法苏醒之植物人 家属当如何与其沟通呢 植物人虽然表象无感 但其实其身层意识仍然是有感应的 故家属可常在其耳边 多说安慰观心之语 让他明白因缘果报之道理 并生起忏悔之心 只要其深层意识能接受并忏悔 即可减少其受苦之时间也 好了 今日访谈至此 我们回去吧 此时师徒二人上了连台 连台以及快知速往虚原堂飞回 虚原堂已到 头二下连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